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1月4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战争,聊一聊和平 在丹京这个时代,在丹京的中国 居然有人有大V公然的鼓吹战争 说什么强大的中国需要一战证明自己 简直是耸人听闻 居然公然在社交平台上鼓吹战争 正好最近这个魏平教授 他发了一篇文章叫不要过分渲染战争氛围 否则对经济发展不利 这个孙立平教授他这么说的 他说南海局势紧张,台海局势紧张 中印边界局势紧张 当然了中印边界现在已经不紧张了 南海局势也缓和了 这个是孙立平教授 恐怕在前一个月两个月写的文章 然后又发到微博上来了 他说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的家门口 他说于是一种紧张的氛围 甚至是带领战时状态的紧张氛围 扑面而来 进行防空演练者有之 囤粮备战备欢者有之 准备点硬通货以备不识之虚者有之 战战兢兢 今朝有酒今朝醉者有之 但我觉得有点过了 斯立平教授说 我的基本判断是 由于美国在科技军事金融等方面占有优势 他完全可能寻求的是一种并非即刻决战的战略 而是将其变成一种旷日吃酒的消耗战 即利用上上迅速优势 逼迫你不得不进入他设计好的一个陷阱 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消耗你的资源和实力 最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决出胜负 在这个过程中 他几乎不用付出太大的代价 而你则会处处被动 穷于应付 对此也有人将之称之为超级大国马拉松 简单的说就像美苏争霸那样 不直接战争 而是通过比赛 最后苏联自己把自己拖垮了 斯立平教授说 他在另一篇关于粮食问题的文章中 一再强调如下判断 他说在正常的情况下 中国粮食自给自足是不成问题的 在决定粮食产量的因素中 并不存在足以导致粮食危机的重大变化 没有足以导致严重粮荒的事情发生 考虑到其中有关的因素 可以认为至少是在主粮 尤其是口粮意义上 供需大体是均衡的 如果粮食上出问题 尤其是国际市场情况变化 而可能导致的问题 最主要是非口粮 尤其是大豆 但仔细分析这个概率其实不大 这个斯立平教授这个观点 我认为能认同一半 也就是说如果是主粮就是口粮 我们是有18亿亩耕地红线 就是我们现在在保证18亿亩耕地 基本农田 这18亿亩耕地 它应该能保证14亿人的口粮 但是你还得风调雨顺 能基本满足 这没有问题 只要不出现大的责任灾害 但问题是现代社会 它不光是口粮解决就行 你富食呢 蛋 奶 牛肉 猪肉 羊肉 这些你口粮解决不了 这些动物它要饲料 就我们每年要进口多少猪肉 多少牛肉 多少鱼 虾 这个我们进口并没有说把它加工往来卖出去 这玩意都是我们自己消耗掉了 都是我们吃掉了 那万一这些东西没了 你吃什么呢 你光吃大米 面粉 面条 酥菜 那也容易营养不良啊 所以斯立平他也说了 他说出问题啊 一般是非口粮 尤其是大豆 那实际就是饲料 这个我们是远远不够的 这个某种程度比口粮重要啊 斯立平教授说 上面的判断当然是基于客观的分析 但写出来也有一个考虑在里面 即我们不能过分渲染 甚至夸大某些方面的紧张氛围 否则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就会被扰乱 他说即使是向中印边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在全国方面的形成浓重的战争氛围也是有害无益的 事实上我在会员节目里面咱们也说过了 你看看无论是印度还是南海 虽然被炒得很厉害 但是你也看到对吧 这个政府啊 他实际上是在这个采取一个叫淡化 逐渐平息争端的这么一个策略 并没有说任由事态发展 就朝着这个战争的方向走 根本不是 这个司令平教授说 因为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地段 与中国腹地距离遥远 如果发生战争 应该也是较为可控的局部性战争 应当将战争对我们正常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 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而且现代战争已经越来越具有专业化和技术化的特点 举国动员似无必要 老百姓也使不上多大力 这和过去年代的战争大为不同 他说更重要的是 就是前面的判断 现在最大可能性是为而不战 局部军事对峙是冷战的手段之一 而冷战实质是对峙环境下的资源消耗 看谁能耗得过谁 在这样的情况下 经济的发展 经济的实力至关重要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 要千方百计 维护经济发展的正常环境 这个司令平教授说 为而不战 那顶多要对峙 不能真打 对峙呢 要消耗国力 要有钱 所以还要发展经济 所以你为了发展经济 你发展经济的环境就不能破坏 那言下这一句 你不能天天老喊着打仗 实际上通过欧乌战争 大家都看出来了 这战一旦打起来 不管谁发起的 只要一打 一定会失控 没有人说能把这战 控制在什么一个范围 单方面根本就做不到 对吧 低跑老人发起了 特别专专行动 他以为一小时22分钟 他以为一个月就搞定 现在呢 叫欲罢不能 想挽钱他也走不动 想后退又不容许 进退两难 所以说啊 你他是第二军事强谷啊 那全世界都怕他呀 结果就打成这样 对低跑老人来说 这不就是失控吗 他以为他能控制 是他说了算吗 对吧 他可以决定 什么时候抠动扳机 但是什么时候停火 不是他说了算 这个斯林平说 在这个环境中 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是可以提供明确 稳定预期的确定性 我们都知道 在经济发展中 企业需要有明确而稳定的预期 老百姓需要有明确而稳定的预期 这个重要性咱就不说了 对吧 对未来的预期 信心比还金重要 这样才会有投资 有消费 而这个预期 靠的是什么呢 是自然的经济规律 是规则 尤其是法治 而战时状态 则是一种非常状态 市场中的规律 平时起作用的规则 则要让位于战争的需要 战争氛围的浓厚 也会使普通人开始人心惶惶 甚至一些荒诞的念头都会出现 一旦战争 那各种制裁就来了 而且啊 你以为你可以控制这叫局部战争 谁跟你局部战争 迪伯老人也以为 他是控制在乌克兰 战只在乌克兰打 这是局部战争 特别军事行动 结果呢 打成了防御战 打成了保卫战 莫斯科 圣比特宝经常挨炸 俄罗斯国内 到处油田 除油罐 军事设施 都在遭到无数的轰炸 然后自己的领土 库尔斯科也已经爆发战火 你想把这控制在乌克兰 是你说了算吗 对吧 所以说啊 一切有任何想法说 发动战争的 你要做好 你的国土 要遭到别人打击的准备 不要以为说 这个战 我只限定在什么地方 那不是你说了算吗 你以为你远离你的腹地 实际上人家导弹 对吧 都能打一千公里 两千公里 发动战争的人 总以为 别人也会按照他的规则来 凭什么 凭什么按你划的道德来 对吧 这就是叫不可控 这个孙立平教授说 前一段时间 我说过 有朋友问 如果打起来 我们这里 指的是海南 也不安全吧 是不是得找个安全的地方 然后这个 孙立平他本人就在海南 好像 他说 我们根本就值不了 一枚导弹的钱 孙立平教授说 警惕战争的同时 更现实的是要特别警惕 战争的氛围 不要让战争氛围 扰落我们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 战争氛围对我们不利 所以这个孙立平教授 他说 一直强调 一定要知道 现在人们嘴里所说的战争 会发生在什么地方 是我们家门口 而不是 美国的家门口 如南海 台海 中印边界 在一种浓浓的战争氛围中 人家的日子该怎么过 还怎么过 而我们则要随着这个氛围起舞 如此折腾 外国资本吓跑了 生意吓没了 国内的企业家吓得不知所措 经济该怎么办 老百姓的生活怎么办 如果这样折腾个十年八年 结果会如何 对双方各自的影响会是什么 斯立平教授说 大家冷静的思考这些问题吧 总之 斯立平教授意思就是 在极端的情况下 最极端的情况下 咱们恐怕也只能在 跟印度边地 或者南海会发生冲突 这是最坏的可能 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 对吧 无论是对外对内 要脱离那种战争的氛围 一旦形成战争的氛围 老百姓恍恍不可终日 外资也就跑了 这个经济怎么发展 你经济不发展 你没钱 你就是打仗 你也很难打得赢 所以总之 斯立平教授认为 不要渲染战争氛围 对吧 现在要渲染和平的气氛 这样才有利于经济发展 这是斯立平教授的观点 但是今天 有一位叫项立刚的大V 他是在11月1号 发了一篇微博 叫强大的中国 需要一战证明自己 他这个微博 是什么话题下发的呢 叫做早饭时想 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项立刚是我老乡 我还有个老乡 叫刘春 刘春的那个开头语啊 出口腔啊 叫我在6万人时想 他的微博都是以这个开头 这两位啊 都是在社交媒体上 非常活跃的安徽人 那项立刚就来一个 做早饭时想 以后啊 咱们也来一个 上厕所的时候想 这个项立刚坐着早饭 他就想到了 强大的中国 需要一战明自己 你看看啊 居然公然鼓吹战争 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我们对大政翻争 对国家政策 了解的不够细 但是有一点 大家还是知道的 就是我们从头到尾 始终强调叫和平崛起 从来没有说过 通过战争崛起 就咱们这是大政翻争啊 这不是开玩笑的 咱们对外的宣传 对吧 国策 一直强调叫和平崛起 通过发展 通过经济 要实现什么 伟大的复兴 从来没有说通过战争 所以这一点上啊 这个项立刚 他可以说 违背国家大政翻争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成平已久 大家生活在和平之中 对战争渐渐的淡忘 很多人把和平看得很重 面对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我越来越相信 中国需要用一场战争 来证明自己 你看看 功然鼓吹啊 战争证明自己 他后面说了一大堆啊 什么抗美援朝 什么单机的和平环境 是用鲜血换来的 这都是陈词烂调啊 美国拉拢中国去对付苏联 也是因为中国实力强大 今天的成就 都是靠过去 跟人对抗来得到的 他说我们在工业制造 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远远领先世界各国 包括远远领先美国 但是我们仍然在接受 非常不合理的机制 中国人牺牲了资源 中国人牺牲了环境 中国人牺牲了普通劳政者的权益 生产出了大量的优质产品 以非常便宜的价格 卖给了世界各国 尤其是卖给了美国人 美国给我们就是美元 用金融收割了我们 今天支撑起美元霸权的 已经没有工业制造 也没有生产能力 支撑美元霸权的核心 就是美国的军事强权 这个向林刚这个想法 不值得批驳啊 我只是把它套用到 迪宝老人身上我在想迪宝老人恐怕也是这么想的 也就是说迪宝老人认为美国 要叫单极 对吧 霸权主义 他现在宣称自己发动乌克兰战争 是为了打击美国的单极主义 霸权主义 为什么霸权呢 就是因为美国制定的规则 或者是美国引导的领导的这个经济的 全球啊 一个规则 你看看 是不是研发在头部 各种高科技获得的收益多 生产制造在第二个等级 对吧 你是出资源 出苦力的 你是组织生产的 你是世界共产 那这是大国 俄罗斯呢 他就觉得自己不合理 因为俄罗斯有能源 石油天然气 这个全世界都要 那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呢 最好是能源和天然气说了算 你那些什么科技 可有可无嘛 对吧 人冬天你总要取火吧 取暖 生火 饿了要吃饭吧 这些俄罗斯都有 这些东西 最好价格要上涨 有更高的溢价能力 你那些什么科技 你那些什么生产制造 那都往后排一排 所以按照迪宝老人 按照香林干的这个观点 他们想法是一样的 只是具体的对象不一样 就是迪宝老人 他就会认为啊 这个俄罗斯 仍然在接受 非常不合理的机制 俄罗斯人牺牲了能源 俄罗斯人牺牲了天然气 俄罗斯人牺牲了石油 以非常便宜的价格 卖给了世界各国 尤其是卖给了大国 还有欧洲 人家美国人也有石油天然气 对吧 就不要你的 那他卖给谁了呢 他不是卖给大国吗 卖给欧洲了 欧洲给我们的是欧元 用金融收割了我们 今天支撑其美元霸权的 已经没有工业制造 没有能源 没有天然气 支撑美元霸权的核心 就是美国的军事强权 所以说啊 我们要打破 美国的军事强权 然后达到石油天然气 说了算 那不就这意思吗 规则嘛 就是你是靠研发 靠科技 靠三纳米 靠英伟达 靠苹果 收割全世界 那不对 那些东西不是必需品 可用可不用 只有石油天然气 是必须要用的 所以我们拿石油天然气来定价 应该获得更高的溢价 那怎么办呢 那就打破美国定的这个规则 不太知道 向林刚刚他到底想要说什么 中国人牺牲资源 中国人牺牲环境 中国人牺牲了普通劳定者权益 生产出来大量的优质产品 非常便宜的价格 卖给了全世界 那你可以不卖啊 就是你要觉得我们东西便宜 卖给别人糟蹋了 让美国占了便宜 让欧洲占了便宜 那你不卖吗 恰恰相反 就是美国和欧洲 人家觉得你便宜 所以才给你加关税啊 这什么脑子 有点丢安徽人脸了 这安徽人呢 对吧 都是一聪明主持人 陈独秀 安徽 还有什么 赵普初 那都是思想领域啊 都是首屈一指的 还有什么 杨正林 对吧 安徽在科技领域 那安徽人叫院士之乡啊 安庆是院士之乡 这个出现一个向利杆啊 感觉一点不和谐 他的言下之意 就是要换个规则 也就是说 我们生产的东西 就必须卖高价格 没毛病啊 人家美西方 欧洲就要你卖高价格啊 所以他到底是在批评谁呢 表面在批评美帝 那实际上在批评谁啊 那难道这个向利杆也是高级黑 黑的叫任务细无声 对吧 不知不觉的就把什么给黑了 接着我就想不明白 就你中国的东西卖的便宜 你看新能源汽车卖到欧洲 人家不高兴了 学你卖的便宜啊 你给我卖贵一点 你自己不卖贵 那我给你加关税 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问题是现在人家不让你牺牲 普通道的人权益 人家也不让你牺牲环境了 人家到越南去了 到印尼 到墨西哥 到印度 那这个也怎么解释呢 然后他居然鼓动战争 通过战争来解决这个 那不就是蒂巴老人的思维吗 现在蒂巴老人打仗 已经打成这样了 难道他们看不见吗 先不说谁赢谁输吧 对吧 未来的事情咱也别说了 现在战场上 你说俄罗斯赢 乌克兰赢 咱都不说了 至少一个达成共识 就是这个战 是不是胶着在这 双方都没有办法停止 打到什么时候都不知道 双方死伤无数 双方的这个经济 受到极大影响 这个是事实吧 这个能看不到吗 那你准备跟谁打一战呢 你也想变成俄罗斯 现在这个样子吗 所以这些人啊 我在想啊 但凡脑子正常一点的人 恐怕都不会相信 他们说的吧 对吧 为什么像项林干这样的人 能在网上呼风唤雨 完了公然的违反国家政策 鼓吹战争嘛 跟那个和平崛起 完全是相反的 为什么平台还能容许他说话 就是或者就这样的微博 还能容许他存在 这个胡锡进老师啊 也只说了几句 不痛不痒的 今年三个月 这种名目战党 鼓吹战争的居然没事 所以说到底是谁在鼓舞 鼓吹家头 还有先例干这些人 这个先例干啊 过去说了好多雷人雷语 咱就不说了 我们只说他这个 鼓吹战争这个事情 对吧 其他的事情 没什么好讨论的 个人观点 关系他鼓吹战争这个 触碰了底线 战争是儿戏啊 这个先例干他自称啊 到时候他要发动战争 完了他要这个捐款捐物 甚至自己上前线 首先一个啊 如果轮到先例干上前线 那基本上这个战就结束了 这还打什么 捐款捐物 这是好意 那你没必要等到战争再捐 你现在就捐不挺好的吗 国家都各个方面都缺钱 对吧 你就现在捐吧 不要等到战争再捐 一旦战打响了 他跑得比谁都快 他儿子也在美国留学的 说不定在美国也有后路啊 就这些人坏就坏在这儿 已经98岁高龄的 中科院院士何作修啊 他也是安慰人的 好像是啊 他评论啊 说那个县立刚 竟然以一个大外行 在那里鼓吹什么战争 真是昏头昏脑 全部想一想 真是打起来 会是什么后果 什么后果啊 你就看俄罗斯就完了 但是这些家头 鹅粉 鲜立刚 每天鼓吹的 俄罗斯都是一边倒的营 胜利在望 他根本就看不到 迪宝老人现在焦头烂额的 到哪儿都不受待见 已经成了这个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比家头还惨 对吧 你不用去想 你就看俄罗斯就知道了 你就但凡 认真地了解一下俄罗斯 现在什么个规遇 你就知道发动战争 会是什么后果 以前俄罗斯对大国是 爱理不理 爱财不财 现在天天跟着后面 那也是好话说尽了 希望多买点石油天然气 希望您能出价高一点 拉兄弟一把 以前是看不起大国人的 当然现在俄罗斯人 也看不起大国人 骨子里面是看不起的 但是他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以前埃尔端 见蒂宝老人 等两分钟 甚至十分钟 现在是蒂宝老人 等埃尔端 等几分钟 真要打起来 国家和民众 要承担多大的代价 说索性 真正支持的 也就那几个左粉 真是十足的空谈物国 实际上 自从有了核武器之后 别的国家不说 大国 他基本上已经没有 这种遭到别人侵略的 这种担心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手上有大杀器 逼急了 那就用这玩意 你看俄战场 不就这样吗 为什么美国 美西方克制 蒂宝老人也克制 因为双方都有这种大杀器 真逼急了 那谁要用一下 那这玩意 对吧 就是灾难 所以你看双方都在 小心试探 不停的警告 对吧 我忍不了了 你再弄 我就要扔核武器 那边说 你扔人看 我也有 你要扔 我就给你扔俩 双方在博弈 所以这个乌军 进入库尔斯克 明明打了蒂宝老人的脸 当然蒂宝老人也在忍 因为他不敢真用 但是美国呢 他也害怕 所以他也不想去刺激 所以他就不给 乌克兰 这个武器解禁 因为他知道 那个蒂宝老人底线 就在哪 万一逼急了 真用 那你怎么办 所以你看 双方是不是都很克制 蒂宝老人也克制 美西方他也克制 对吧 这舒尔茨啊 这拜登啊 坚决不同意 这个武器解禁 总之现在不能解禁 不代表未来啊 那现在总之不给 为什么不想升级 双方都在博弈 我说这个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未来中国遭到 什么国外侵略的可能性 是非常低的 只要你不去打别人 对吧 基本上已经没有 别人能打你了 不愿意 因为你有核武器 那咱们要做的 就是和平发展 对吧 这个中国的历史 告诉我们了 就是这个 三千年的历史啊 仿佛强调 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和平的重要性 所以叫 您做太平权 莫做离乱人 就是历史 反反复复的 在论证这句话 所以啊 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啊 历史上哪一次战乱 人可不少一半呢 多的时候少三分之二 无论是外族入侵 还是内乱都一样 或者是你讨伐别人 对吧 汉武帝 讨伐匈奴 大家可以去看看历史 那汉朝死了多少人 人口少了多少 经济倒退了多少 你这个战争 你对外的 还宣称是剩了 对吧 把匈奴打败了 如果还有很多 对外的战争 失败的 有多惨 为什么有人鼓吹战争呢 很简单 就是他觉得通过战争 他能占到便宜 他不是爱中国 他也不是什么爱中国人 他是爱了自己 像乡林干这种人 他就认为 一旦中美干起来 他呀 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能力 对吧 他能够运作 他能赚的更多 获利更多 他能去美国 真正的实现 反美是工作 去美国是生活 一生无悔 入华夏 家住 加利 福尼亚 这不跟家头是一样的吗 对吧 一旦有国有难 不是朝必回 而是叫 脚底抹油 对吧 因为他已经在美利坚 打好这个前战了 对绝大部分 老百姓来说 你只能是 叫一将功臣 万古哭 对吧 你就是那个万古 悲惨世界 当然了 现在好就好在 小霸王开出来一个新的战争模式 也就是斩首 哎 这个现在各个国家都要加以运用 对吧 谁先提出战争 就把对方的头给干掉 我觉得这是最人道的 这是减少战争 这个损失的最佳办法 这也是最文明的一个办法 擒贼先擒王 所以发动战争 号召战争 鼓吹战争的人 小心 以前啊 对吧 你是躲在后面 前面都是韭菜 都是耗菜 对吧 反正你躲在后面安全 现在不是了 对吧 现在躲在后面的人威胁 发动战争 鼓吹战争的人威胁 所以还得小心啊 不要以为自己到时候 真的能逃到美利坚 你就逃到美利坚 也有人会收拾你 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这个你看美国人 就把这个俄罗斯权贵 在美国的这些人 全赶走了 财产给你没收 鼓吹战争的人啊 显然对中国历史文化 兵不血刃 对吧 这是最高境界 我们不追求战争 不发动战争 不代表不发展军事 你发展军事的目的 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就是为了保证不打仗 但是你发展军事 不代表你天天要压迫人家 要准备给人开战 去挑选 对吧 去私意 找机会发动战争 这是俩概念 所以就是夹头 相连干这种人 坏就坏在这儿 当然了 更坏的还是平台 居然给这样的言论 以空间 居然还能容忍这样 明目战狼 违反国家政策 鼓吹战争的 我相信有个 出名的这个校长 还是教授啊 他就说了 如果发生战争 我就带着我的学生 亲自啊 冲锋验证 山战场 有网友就说了 对吧 你那么厉害 为啥不带自己儿子冲呢 你带别人的儿子冲 为啥 你自己没儿子是吗 没儿子带女婿啊 带女儿冲啊 对吧 为啥带别人的儿子冲呢 你自己不想活了 你自己活例外了 你还要绑架别人 一个国家和平太久 这是乡林干自己说的 实际上不是说 大家都对战争 渐渐遗忘 淡忘 把和平看得很重 相反 有很多人还是记得 这个战争的创伤 中国证明自己 什么手段都行 唯独不能用战争 对吧 你可以用科技的手段 你可以用这个文化 你可以用什么 组织 你说我就是比他们厉害 都可以 唯独不能用战争 战争只能证明自己愚蠢 自古到今啊 发动战争的人 都没有好下场 希特勒发动战争 好下场吗 这一次是迪宝老人 发动战争 看着吧 最后我们再强调一下 乡林干这种人不可怕 对吧 他说的这些 其实也不可怕 可怕的是 乡林干这种人 层出不穷的 土壤和环境 这个才值得警惕 好 这期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